新冠肺炎疫情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三年了 我們看到香港玩了三年之後 都仍然是同樣一個成績 即是沒有成績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先兩天的報導 香港新增14373宗確診 而且有27名的確診者是離世的 現在每天都有兩位數人是因為新冠肺炎而死亡 小禮之前也有錄過條片和大家談過這個問題 現在香港人好像覺得每天兩位數不是很大不了 其實我們只要計一計一年365天 如果每天都持續兩位數的話 一年的死亡人數就有幾千人 其實這個在香港的疾病死亡率已經算是相當之高 而且當香港人冷漠到連有人死都不緊張的話 那香港會變成一個什麼地方呢 至於連續很多天都是捱近一萬 甚至是已經過萬 其實這件事小弟也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小弟覺得這條數其實很虛的 因為小弟身邊也有很多人是勸也都不聽 明明他們中了招 他們都不願意去情報 甚至也有一些基本上他在醫生卡住了 他經常說醫生我會不會是肺炎 有些病徵好似 但醫生一直都跟他說不是不是 你扁桃腺發炎 或者你喉嚨發炎 這樣就一直拖著他們 就不讓他們去做核酸 小弟勸了其中一位朋友很久了 他中央做核酸 一早就發覺他確診 而且來到這個月 小弟又覺得身邊突然多了很多朋友 好像都說這個月是中招的 有些甚至是第二次感染心肝肺炎 其實現在的總數 說到確診的總數就已經去到 二百多萬宗 但到底指不指呢 小弟真的不敢說 因為帳面數 而且靠自己快測去匯報 又不是靠正式的核酸檢測 到底準誠度有多高 這個小弟一直都存疑的 不過就看回文匯網 它在2020年 即今年12月10日 一個一周疫情重點裡面 都說到除了是新冠肺炎 疫情又升溫之外 當然其中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我們反而 內地就是將抗疫的措施 是將它放寬了的 而且也都看到 特區政府也都跟著 調整確診者 和密切接觸人士的隔離日數 由7天減至5天 抵港者的快測日數也減至5天 其實是否真的有條件去進一步放寬呢 我們一路再看下去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放寬到底是否基於一個科學的出發點 這個小弟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然後當然又是谷針 復必泰又是復必泰 而且我們看到 開始有些檢疫中心 就會變成淡拓中心 其實剛才說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內地的疫情措施 也是因應疫情的進展已經放鬆了 甚至現在看來真的有機會可以通關 不是香港做得好 是因為內地做得更好 所以可以看到 接下來真的有機會通關了 甚至福田口岸都已經亮了燈 其實福田口岸亮燈是很重要的 因為自從兩地無需檢驗 可以過關 其實已經停了兩三年了 其實一路看到福田口岸靜英英 現在福田口岸終於亮燈了 是不是就是說 未來一兩個月之內 有機會可以正式通關呢 小弟是非常非常之期待的 其實現在也很希望 真的可以在農曆年的前後 可以通關 這樣小弟也可以搭足九圍的深圳 和見一見師傅和一班師兄弟們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 國務院宣佈了新十條 其實這個是優化落實疫情的防控 因為自從經過今次這一疫 我們國家已經發現了 原來新冠肺炎現在傳染性雖然高 但是那個病徵減弱了很多 所以已經是到一個 應該可以慢慢開放關防的時間 但是並不是一次開盡的 因為我們仍然是遵守科學的原則 所以這十條最新的措施 其實就是在放寬之放鬆之餘 如何去避免疫情不受控地爆發 其實這個我們在之前的 世情過時的時間 已經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在這裏只是看大標題 科學精準劃分風險區域 其實小弟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根據小弟在深圳的師傅和師兄弟 和小弟的分享 小弟一直都已經感覺到 深圳其實是走向一個精準防疫的做法 因為師傅有說過 如果在哪裏有人確診的話 就將確診者的流程 和對上對落一個流程 三個流程這樣去查封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精準的做法 亦都是盡量減少對民眾的影響 深圳的精準防疫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成果 可以說是有目共睹的了 所以現在國務院也頒領 要科學精準劃分風險的區域 不能採取各種形式 臨時封控 現在已經 而第二步就是 進一步優化核酸檢測 做不需要每日一檢 但是按防疫工作的需求 亦都可以這樣做回 然後優化調整隔離的方式 容許居家隔離 和落實高風險區快風快解 要風都可以 但是快風要快解 查殺了人之後 就要馬上解封 保障群眾的基本扣約的需求 這個是真是社會主義國家 才關心到這一點 就不要被人趁機炒賣 謀發國難財 那第六就是 加快推進 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種 始終在過去幾年 都沒有什麼爆過疫 那所以 真是要好好地 為一些比較弱的群體 是要做回接種 讓他們可以建立適當免疫力 第七是加強重點人群的健康情況 摸底和分類管理 第八是保障社會 正常運轉和基本的醫療服務 第九是強化涉疫的安全保障 這就是嚴禁以任何方法 封到消防通道 因為上面有政策 下面會照做的時候 尺度有沒有拿得那麼準呢 會不會有人過火了呢 其實這次宣布的新十條就是 要去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然後最後進一步 優化學校疫情防控的工作 學生始終是社會未來的動量 當然需要特別照顧 所以小弟對於香港的抗疫手法 很不滿意的一件事 似乎有意無意之間 找學校來做一個放鬆的士金石 這樣的做法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呢 留給大家判斷了 其實我們看到 雖然我們出台一大堆的措施 沒錯是放寬了 但也都某程度上 是嚴格監測著 到底放寬的情況 會導致什麼效果 然後呢 亦都可以避免一插子的放寬 會令到疫情不受控地爆發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當我們仍然在封的時間 其實我們看到 在外地的媒體 歐美的也好 港台的也好 總之那些不正常的媒體 就是暴鬧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台灣媒體 好像這篇這樣寫 沒有病死先餓死 動態清零小碎報復鬆綁 經濟窒息諸如此類暴鬧 然後現在說要解封 結果又怎樣呢 結果一樣是鬧 我們看到又是另一份 中文的媒體 當然也不是很正常的 不精彩 就說到 這個放棄清零面臨嚴峻的考驗 為什麼呢 中國的重病病床 就是不到六萬張 所以反過來又鬧解封台 放棄清零 到底你想怎樣 封又鬧不封又鬧 所以小弟 真的建議大家不要再看這些垃圾媒體了 因為看來其實沒有意思的 反正他們只是有心抹黑和鬧 在他們身上聽不到什麼正確的資訊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甚至有些外國的朋友 其實他們也都慢慢知道了 我們中國在這方面真的做得好 所以在網上開始聽到一些正確的聲音 例如好像現在這一段 超過一千人的會死一天 萬歲 如果現在現在這些非難以治疑 4.6萬人的會死 我暫度ج制鳴 只áis將黃色的民主人 可能全然更東 besides 呼獲 excess 4萬萬人去和心思政 其實這一位我們看到是一位英國的經濟學家 小黎覺得他講得很忠狠 因為如果不是為中國適當地採取了正式正確的做法 其實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應該已經是病死的了 如果我們不是做對了事 你看看美國已經知道了 美國死了過百萬人 我們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四倍 所以如果我們按照美國的死亡率的話 其實中國真的可能有四百多萬人會喪生的 我們現在救了四百多萬人 他們為何還可以繼續安居樂業呢 根本就是因為我們祖國是做得好 所以現在連外國的學者都已經開始有持平的評論出來 很遺憾我小弟看到中文的媒體竟然還有一些偏頗 什麼都罵的 真是令人覺得很心痛的 其實另外一方面也看到這次終於看到中央解封了 降低了防疫的要求 馬上又有些人走出來就爭工 其實屎、尿、屁三樣東西小黎覺得 現在真的屎和屁是特別多了很多 尿真是輸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喜歡認屎、認屁 所以搞到社會上無緣無故事同屁的數量是暴增 例如好像今次我們中央調整了抗疫的手段 竟然有些人將它歸功於早前在內地 一些不是內地的同胞在說搞事的事就說是他們的功勞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份媒體就說 因為那個什麼白紙革命抗爭者 取得了什麼勝利呢 就是迫使中央的動態清零層層加碼的抗疫被終結 其實說真的 關你什麼事 我們看到這群人出來搞事 沒多久之後 我們已經看到國務院已經有宣佈了 老實說 你要在國務院那裡有整套配套的政策 全部搞好了 是不是幾天之內可以搞得怎樣 小弟之前在世情過事都跟大家分享過 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小弟覺得這次又有些人走出來吹水 走出來抽這個水 就說是他們因為抗爭而得到勝利的 其實這些絕對是廢話 根本這群人就完全不懂怎樣做事 其實小弟也看到另外有一些商界的人 也走出來說因為他們跟我們中國滑船 諸如此類才可以令到我們祖國重視這個經濟 又重新重啟發 其實這些又是一些屬於抽水的行徑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小弟一個這樣的星斗市民 我都可以看得到在這個時間的長河裡面 我們沒有可能無止境永遠封下去 一定是要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去解封 而這個適當的時機是怎樣定義回來呢 就是我們解封不會對國民的健康 和生命是構成危險 而且也都可以在一個受控的情況下 解封可以令到經濟復甦之外 也都是可以保障到國民的 這樣才叫做一個適當的時機 這個契機其實在今次疫情是已經看得到的了 也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國家完全是基於一個科學的出發點 去做一個政策的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商報 就在12月初的時候已經發出了一則新聞 廣州本輪疫情本土感染者超過16萬例 但是重症和危重症只有4例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法的話 是否真的可以看到16萬感染者才有4例的危重症 是否這個比例絕對可以說是已經去到一個安全的情況 我們可以考慮去解封 以及今次16萬感染者是沒有一個人死亡的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以看到今次已經是用科學的數據 證明了是適當的時機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將疫情將它告一段落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國家會在這個時候宣佈新的10條 就是將防疫大大地放緩了 那其實反過來看香港之前這麼急不及待 這樣去將疫情的措施放鬆 又對不對呢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祖國已經放鬆了 是不是代表香港先一步放鬆 是代表正確的小弟大不以為言 因為老實說 我們看到祖國他們的放鬆 是因為有數據方面的支持 但是我們看到香港疫情一直高懼不下 而且每一天都有雙位數字的死亡人數 是不是一個適當去放寬的情況呢 小弟覺得絕對不對 一個有科學根據 一個沒有科學根據 我們當然可以看到 其實香港的做法其實是不正確的 而且小弟剛剛都有朋友中了招 那他就來問小弟到底他現在中了招 政府有給藥給他 問我到底應不應該吃 還是吃中藥好呢 那小弟就建議他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香港進入的三種西藥的特效藥 幾千元一個療程 但是小弟曾經有跟大家分享過 沒有用的沒有用 有害的有害 其實這三種藥真的可以說是相當之不行 反而小弟就一直看到我們內地使用中藥去做治療 其實出來的效果是相當之好 但是很可惜香港的所謂學者們一直都是排斥我們自己國家的藥物和做法 所以才令到香港待入今天的警方 可以說香港現在疫情的數字一直高居不下 死亡人數高企 絕對是香港那幫學者所做下來的業 我們可以比較同樣的疫情 在廣州感染者超過16萬例 沒有一個人死亡 但是香港每一天 賬面數說萬多人 但是每一天都有20多人死亡 其實我們看回廣州和香港的情況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是同一個人種 生活的環境也可以說是差不多 但是為什麼廣州的疫情死的人會這麼少 香港會死那麼多呢 那小弟覺得極有可能的答案是兩個字 就是中藥 因為我們祖國是在用中藥去醫治新冠肺炎的 所以中藥行得通做得好 我們看到死亡人數極低 以及看到長新冠出現的機會率是非常之少 但是看回香港 我們香港所謂的專家們 一直只懂得攬著歐美的藥物 一直不斷壓低我們祖國的治療方式和藥物 結果導致香港的重症和死亡人數 遠遠比內地同樣的疫情高很多倍 其實這個真的可以看得到 香港在這次疫情方面的不堪 其實小弟真的很希望香港可以同定是同學習好的一方面 做好自己 這樣幫香港市民免受疫情之苦 這個不是他們應該負的責任嗎 好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一段視頻 請大家幫忙點贊 投意和將它分享出去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遇到這個頻道的 請馬上訂閱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分析了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